! 你做摸着来跟你告别 你看 NAI COME ABI Kia GW G وت tha XX B YK 一路都好不要害怕 喂 您好 您现在要过来是吗 没问题 店里面可以安排 我叫王英豪 是一名宠物殡葬师 我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可以找到自己擅长并且喜欢的一个工作 去处理宠物的这个后事 她是什么情况 我看您发的那个照片 她老是爱回头看人 她特别连我 我就感觉她是不是 还是有点内向的那种 感想吧 对 我看那个照片感觉出来 来这边的客户 百分之百都是悲伤的 他们会非常乐意 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宠物的一切 讲一讲就哭了 讲一讲就笑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不断地去倾听 不断地去回应 其实她讲完之后 她心里会舒服很多 我叫中琪 去年刚刚退休了 我们家妈还叫Coco 因为她那个傻 不是那种浅咔涩的吗 所以就觉得叫Coco 特别的适当 Coco她12岁突然走了呢 是因为她有心脏病 七天吧 就是不怎么动了 趴在狗窝里 因为医生说她不行了嘛 我就特别的难过 当时就崩溃了 脑子不好使了 然后我就抱着口 我就说 妈妈特别喜欢你 妈妈舍不得你 可是妈妈没办法 妈妈也不想让你再受罪了 因为医生 从她肚子里面 抽出两口血来 就像躺了那么多天 有多痛苦啊 她也没法表达 妈妈说我有决定就让她走了 她看起来尽量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状态 她吹干了 然后可能会有点吵 一路走好啊 妈妈可以起伏的啊 因为正常他们离开之后 眼睛都是睁着的 所以很多家长会觉得 她是不是恨我 是不是走的时候 带着什么后悔怨气 死不瞑目 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正常的生理现象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一个 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帮她把眼睛给闭上 衣服整一下 清理完之后 她就会被送进这个告别室 她就很感动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动 在这个让我们的感动 是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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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女孩子嘛 特别腼腆的 那么蹲在那块 眼睛把也不太敢看你 无辜的那个样子 我说我就是想带回家 好好地养她 对她好 好 拿走 拿走 拿走是后肩下来 就那么可爱一个小狗 我还得回家做一些事情 如果就什么都做不了 就把个坑埋了 我真的是愧疚的 简直是无敌自容了就 一路走好 不要害怕 天黑也不要怕 知道吗 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不要害怕 就是胆小 勇敢能往前走 不要害怕 往前走 就能看见白狗大哥 养狗的开始是因为 我儿子小的时候 爸说妈妈 我那个放学早 我一人在家特别害怕 说我养这狗行吗 然后我就带他去狗室 买了这小白狗回来 特别喜欢 天天抱着在沙发上 然后有一天天黑以后 回家的时候 小白狗还怕得给我这样 他就特别急 说妈 这狗太孤单了 妈妈再养这小狗吧 做个伴儿 就两只狗 比一只狗呢 好了很多 那个客户长大 比白狗还大了一圈 然后他就把那个白狗 摁在地下 咬来咬去的 特别开心 然后冷的时候 两人喂在狗窝里 靠在一起 家里边特别欢快 特别好 三年十二岁走的 我也特伤心 差不多是三个月 没怎么吃饭嘛 瘦了二十斤 就跟家里小孩一样嘛 这走了 特别的伤心 人生无常 总会有一些悲伤的事情 突然就吸烂了 我们都要坚强 勇敢地往前走 勇敢 就是妈妈跟你说的话 要勇敢 总是那么准 来试过得更好 再给你挠挠脖子 我能为他做的一切事情呢 让他向了一个更好的归宿 也有可能 我给他查完了经文之后 他可能还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来世 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力 就为他自己能做的一切 尽心尽力了 那就心就比较的安心 比较的踏实 给他们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地方 让他们在一个比较温馨的氛围里面 能够给这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陪伴 去做一个结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虽然跟他分别了 刚才我们在路上抓特别难受 觉得就是伤悲 觉得怎么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呢 然后到你们这之后呢 刚才饿了好几次 我觉得他已经解脱了 从那个伤心里解脱了 养火的人 就跟孩子一样 养了他十二年 突然间就走了 就你们别能画了一个软眼的句号 你再帮我天天 就变我的脸和头发 就让你走得 走得突然 让我都没有能好好的包包 他不像外界认为的宠物殡葬师 可能是一个 每天跟负能量打交道的 会是一个 有非常沉重的 心理负担的一个工作 后面这半年 我应该多陪也陪他 其实我们就是宠物的朋友和他们宠物家长的朋友 大家就只是一块进行最后这个事情 虽然你面对的是眼泪 但是其实他们背后是一种很正的能量 就是是人和动物之间的那种情感 那种非常真挚的爱 我觉得如果一个宠物殡葬店里面只有一些服务人员的话 那我会觉得他缺了一些什么 就是那些客户来到了我们这边 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在为死亡去做一些告别 但是如果这边有一些小动物小猫小狗的话 会觉得他们能够看到生命的自然规律 或者说他们能够去更加容易看到希望 之前有一只萨摩叫妞妞林安乐的时候 然后我们和家长闲聊天 就讲到了说妞妞特别喜欢猫之类的 没事他叫小牛 小牛 然后一辈子也没有和一只猫正儿八经的玩过 然后那会儿我们就说我们这有一只蛇牛小猫 要不要让他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满足一下妞妞的心愿 你看他真可眼的吧 是 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猫 哎呀 真是这一辈子的心愿 哎呀 他还亲亲的了 你看 哎呀 最后让我们了结心愿 哎呀 真好 真没想 你看这个猫咪还对他特别感兴趣 是吧 哎呀 太好啊 感谢你们啊 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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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牛不牛 哎呀 哎呀 你看他真开眼了 耳朵都没成 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在最后的一刻还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动物还是有灵性的吧 我觉得动物还是有灵性的吧 有灵性的 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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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觉得她那个病可能比较严重了 就说要不就先救下来 边放在店里治病边找领养 这就是小牛来到我们店里的一个契机 反正目前为止销售的最好 应该就是这一瓶 因为她用的味道特别的少 然后后面她去了店里的那块年纪 其实才六个月左右 其实是很活泼的年纪 所以她也有很强的情感需求 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忙 我们不会理她 她就会去找客人 然后很多客人就会非常喜欢她 因为她特别的黏人 就客人在那休息 她就要到客人腿上去 或者盘到客人的肩膀上去 然后她受到了很多客人的喜爱 他就在这里 然后甚至我她讲 现在从这里 留水的铜是铁打的小牛 不管这个店面的人员怎么更换 小牛都是永远都在那里 维仔 金宝 离我一下 金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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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 小牛是我们这边的老大 中华田园猫 小五是当时我们老店的时候 我们同事累计救助的第五只小猫 叫小五 还有一只猫叫胖子 胖子是我一个同事在他们小区捡到的一只蓝猫 是我们这最胖的猫 还有一只猫叫鹿鹿 这只鲜鲁是我们这最调皮的 颠颠 颠颠 他叫颠颠 云南的那个颠 因为是从云南捡回来的 他有一个特别逗的一个习惯 就是他会帮我们人类去舔猫 颠颠 舔猫 但是在动物界其实就是一只猫帮另外一只猫舔猫 是宣誓主权 意思就是我是老大你是老二的那种感觉 天天给我舔猫 意思就是他老大我老二 开饭开饭 胖子 上来 小牛他特别特别的有那种家长的感觉 就比如说我刚倒了一勺凉 然后这会儿鲁鲁和小五和胖子都冲过来吃了 小牛他会站在一旁 就看他们吃 看他们吃完为止 天牛你还吃我 就他是那种不争不抢的性格 小牛 小牛 它的嗅觉有有点问题 那 那 那边 这边多 金苍鱼加鸡肉 肥仔是我一个朋友养的一只西高地 它的运动量出奇的惊人 鸭鸭是一只巨贵 被我的同事领养了 还有一只田园犬叫金宝 本来是我们旁边的邻居养的 但是我同事特别喜欢 就把它摇过来了 我们这些狗都非常的亲人 它们是定期出来自由活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客人 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提起 我们这里有小狗 可能跟人家是一个品种 或者说跟它名字一样的 你想不想看一看它 然后我们就会放出汪汪队 汪汪队自由度会更高一些 它们会静静地站在那边看 去观察 然后等别人过来摸它 制作的纪念品像有毛发类的 有爪印类的还有骨灰类的 就在于尽量多的让家长能够接受 宠物已经离开的这个事实 好好地留下一些纪念品 然后在之后就得自己去面对 行 满了 我要把它拿出去了 这个是放在每个告别室里 让家长之后再给自己的宠物 写这样的一封信 一些动物的思维 它们其实没有一些过去 包括未来的概念 它们是百分之百活在当下的 它们就是觉得今天的饭很好吃 今天的温度很舒服 然后今天我爸我妈抱了我一个小时 它们不会像人类一样想到 我明天要走了 我明天要和这个世界永别了 我要失去了我目前拥有的所有 它不会那么想的 它的头特别的舒服 这头特别的舒服 这都是捧起来的 来了 但是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就是 那我现在我要好好看看我的爸爸妈妈 现在我要再好好地吃最后的一口饭 或者说我要再好好地闻一闻 这个家里的味道 就对他们来说 死亡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义 因为那会儿我好像血也不是特别的繁重 就经常会有很多时间跟他在一块 但是他在长大的过程中呢 就性格变得有一些 可能就叫暴躁吧 有一天我奶奶就跟我说 她说小花把人给咬了 得赔人家钱嘛 医药费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听到外面有人过来 然后我那会儿 其实我也比较内向 甚至说有点懦弱吧 我也没有说去抗争这个事情 我就特意不出门 我就在家里看电视 然后把声音调得特别大 然后他就这么着消失了吧 觉得还是很亏欠的 就是他最信赖的那个人 最后也没有帮他 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设计的 毕业之后也是在做设计 我一直想找一个宠物行业的工作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下手 有一天看到了关于宠物病藏的新闻 反正那篇报导看得我很是打动 然后我就非常快的辞职 就投身进这个行业了 我还会把他们全部的骨灰 然后交还给家长 这上面都是小指甲 对 下面是小指甲 一般都会把它挑出来 然后它骨化之后就会形成 它不是很规则的这种形状 它是指甲里边的一些组织 因为口径相对比较小一些 我们家这个是叫朱古力 然后是2012年来我们家的 那是待了有11年7个月吧现在 它就不是一个动物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特别 我觉得心得特别不舒服 你的情绪太紧张了 就觉得 就像这个不舒服吗 没事 拿了一块肉走那种感觉 反正也挺挺伤心挺后悔的 没带得去太多的地方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小动物 它作为我们亲密关系的一环 它是很有启发性的 它可能会在宠物短短几年 或者说十几年的一个时间 和生命的跨度里面 经历了这样一次离别 它会意识到我身边的那个人 总有一天也会走上这一步 我需要去珍惜之类的 因为它是必须得路途为安嘛 它不能见阳光 所以我准备过两天再买盆 打着金菊 然后把那个 抠抠的那个古坤青小坛子呢 给它就放在那个 买在那个花坡的泥土里头 在我的身边 还能听到我们一家人的 那个说话的声音 我跟我儿子说 等我百年之后 把两个狗的小坣子 都放在我的那个墓里头 我要一直带着它们两个 Coco 我就希望它一路走好 作为一个勇敢的小姑娘 勇往直前 一直往前走呢 就能看到白狗大哥 然后再往前走呢 就看到我父亲 我父亲去世了 都喜欢它 都能够保护它 这几小狗的一生 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特别地善良 我觉得宠物殡葬 它可能现在看起来 也许还算是小众的 但是它真真正正正地 解决了一部分 非常善良 非常热爱小动物 非常热爱小动物那些人的 非常真实的需求 可能就是给所有的小动物 和那些爱它们的家长提供了一个地方 让它们最后能够给它们 这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能够划上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吧 小狗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仪式 你心里也特别地舒服 我希望它来世呢 平安健康快乐 然后远离病痛和伤痛 说七年一个轮回嘛 如果七年以后 我能看到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台积拳 我一定会再养一只 如果它来世能转生成人呢 我希望它能来做我的孙子 但我更是能疼爱它